如果你不得不踏上一场与所有人绝别的旅途 而你只能跟一个人告别 你会做何选择 女孩独居归中 烟火绝 人和棉 井上贴心地给赞助家中的东施郎语乱举写着生活常识 垃圾要按时扔掉这样才有人去收 吃剩的饭菜要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 诸如此类 女孩的留言到此为止 她看向手中小吴给的手镯 只有戴上她 小吴才会允许女孩返回现实 在子夜十分前井上可以选择向一个人道别 暗毒之上只留下了少女对有人体贴的准备 井上于黄昏之时走上了去往校园的街道 尸神的少女与陌生男子擦肩而过 井上这才想起戴上了手镯的自己已经无法被普通人看见 女孩来到商店的展示窗前 果不其然阳光已经无法照射到女孩 无法将影子投射在橱窗上 冰冷的手镯还同时赋予了女孩自由穿越物体的能力 很快井上回到了熟悉的教室 她站在医护的椅子旁边 自视魂界一遭吼 拥有特殊能力的几人与曾经朝夕相处的前夜水色等 已经是很久没有推心之父了 最让女孩心中过意不去的是 形影不离的闺蜜引则龙桂 井上马不停蹄地跑到了龙桂训练的广场 她要告别的人会是龙桂吗 恰巧从旁经过的龙桂看向了井上这点 是飞来的足球吸引了龙桂的注意力 最让人心酸的事情或许便是 你我不过数米之举 却称得上天人永隔 时间过得很快 少女伴着月色在河边思量着什么 夜色那么温柔 心爱之人是否如自己这无处安放的满怀思念一般 此时此刻也思念着自己呢 窗帘随风摇曳 重伤的医护昏迷在自己的床榻之上 井上乖巧可爱的小脑袋穿连而过 女孩心中思绪万千 她是来道别的 女孩想要道别的人有很多 但还是想要把这唯一的机会留给面前昏迷的这个男人 游子与夏里两个小丫头正关心地休憩在哥哥身旁的地板之上 看来呆头呆脑的黑奇君也同样是两个小丫头的分心 说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独自一人来到医护的屋内 屋内弥漫着女孩惺惺念念的黑奇君的味道 这一去或许便是永烈 女孩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五指贴近医护的手掌 思念如同候鸟等待着寂静 要飞过多远的距离 才能相互察觉呢 医护像是夏夜 井上像是繁星 繁星是多么想陪在夏夜的身旁不停闪烁 直到不可或缺 少女心里清楚 这一吻下去她便再也没有离去的隐形 少女落寞地依靠在窗边 她告诉黑奇君 如果人生能有五次的话就好了 这样的话 我要五次都出生在不同的城市 五次吃不同的食物吃得饱饱 五次从事不同的职业 还有五次 我是指爱君一人 这大概便是最深情的告白吧 风神耶勒斯之女House Annie和丈夫恩爱一场 丈夫以常年出海捕鱼为生 这天睡梦之神向女子托梦 梦中是丈夫遇难的噩耗 次日丈夫的尸体果然漂浮在海边 女子悲痛欲绝纵身跳入大海 天神知晓此事不禁动容 将两人化为一对翠鸟 每当翠鸟在海上驻巢产卵时 大海就变得风平浪静 这段美好时光便被称为Healthy and Death 是什么让路奇亚久违地对黑奇医护说出了抱歉 傍晚时分路奇亚依靠在医护的床边思索着什么 不久前身受重伤的医护被路奇亚送回了假面军团的基地处 负责治疗的阿波表示自己并不能帮上多大忙 因为阿波具有的能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治疗能力 而是属于空间回归的一种 如今医护的伤口处揉砸了葛利姆桥的灵压 其与医护本身的灵压已然相互融合 这种情况下能够将医护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是阿波的极限 同时想要医护尽快恢复 尽可能赶上与蓝染的决战的话 就不得不让医护远离与须拥有相近灵压的假面军团们 路奇亚不知道突然出现的瓶子一火究竟是什么人 而医护又究竟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能力 这时路奇亚想到了井上 她动身前往寻找无法联系到的女孩 清晨时分医护猛地翻身跌落床 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体竟然往好不出 好似没有受过伤一样 医护久违地开始细细探查周遭的灵压 空气中残留着井上的味道 没等医护多想 东侍郎来到了窗边 他是来通知医护参加紧急会议 屋内众人仿佛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一样 气氛极度沉重 医护询问其井上为何不在家中 众人没有回应 影像画面恰好传送了过来 这次的主讲人并非总队长山本仲 而是扶竹十四郎 一位井上之机在进入川界门之前 最后目送女孩的人正是扶竹 医护焦急地问向扶竹其所言究竟是何意 井上现在又去了什么地方 扶竹低沉着头紧闭双眼 据井上的两名随行死神传回的消息不难推测 井上之机极有可能已为破面所杀害 医护难以置信地听着扶竹的猜想 井上三人遭遇乌尔齐奥拉齐喜 等两名同行死神醒来 破面与井上都消失不见踪影 医护打断了扶竹的话语 他大吼着告诉众人 井上还活着 他手上的伤口一定是井上之好 扶竹顿时瞪大了双眼 医护哪里知道这才是最坏的情况 依照医护提供的证据 井上活着一世确凿无疑 但同时却也意味着一种背叛 练刺拦住了失去理智的医护 随后向总队长提出申请 请允许日翻鼓先遣队成员之一 六番队副队长阿萨景练刺 去让反叛之徒井上之机迷途之法 医护瞬间明白了练刺是何用的 自己是关心则乱 万万没想到总队长竟下达命令 日翻鼓先遣队全员撤回是魂戒 这道命令意味着要屏幕前的死神 放弃井上之机的姓名 山本老头告诉众人 无论怎样一个人的姓名 不能和全世界话有好 路奇亚首当其冲地拒绝接受这道命令 山本却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几人身后失魂戒的穿剑门衣 善善突然打开 竟是耕目剑八与朽木白哉 两位队长亲致 山本告诉医护 他的力量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 所以不允许擅自行动网送信用 等待命令的下达就好 影像传输信号事实中断 医护对着嘈杂的屏幕一言不法 见此情景医护怎能还不理解对方的用意 他阴沉着脸背对着山本说道 自己不会像是魂界寻求支援 但希望能够将进入虚圈的方法告知自己 医护不会放弃营救井上 哪怕只有他一个人也要去闯出龙唐虎穴 黑其医护久违地回到了校园 班主任拿着名册开始敲打医护的脑花 说什么出了事故需要调养身体 想来都是骗人的 见到医护什么也不说 班主任不禁疑惑 前夜水色两人一眼便看出了医护身上的不对劲 随即前夜开启了贴心问候模式 说着水色将买来的演唱会门票交给了医护 医护收好门票确认好日期后告诉两人 这时有则龙贵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医护的身前 他告诉医护闺蜜井上突然不见了踪影 龙贵跑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女孩 他隐约感觉到仿佛井上不存在的一样 随后问向医护井上究竟去了哪里 医护打起了马虎眼 龙贵气愤地揪住医护的衣领 他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白事 穿着黑色和服的黑旗 是医护与两个奇怪的家伙战斗的场景 龙贵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 他要医护把隐瞒的事情都说出来 看着龙贵诚挚的眼神 医护狠下了心 龙贵再也不能控制自己 这般难受到极致的感受究竟算什么 自己到底算是医护的什么 两人明明一直是要好 对此医护只是将头埋得更深 他知道自己愧对有人 不将他们牵扯进来是自己唯一能做的 他要起无和水色照顾好龙贵 从今往后再也不要和自己沾染上半点关系 风潇潇吸一水寒 店长已在门前恭候医护多少 店长早就知道医护如今 一定会从自己这里寻找去往虚圈之法 普元喜助早以为医护准备好了一切 不久前他为了防止井上的能力被拦染盯上 特意唱白脸希望井上从这次作战中退出 没成想还是被对方发现了 也正因此店长愿意帮助医护多 店长等待的人还有医护的校园好友 几人顺着医护的踪迹找到了普元商店 店长特意没有关上店门 为的就是帮医护擦屁股 只会让双方愈发的痛苦 对此魂大人颇以为然 最帅老爹石田龙贤缘和让羽龙立下誓言 又为何默许儿子再度骑成 医护得知井上正身处险境的消息 当即就要前往虚圈夺回女孩 此神总队长山本却下达了禁止人旧的严历 医护不得已再次找到了普元喜助 果然这次没有找错人 店长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比医护先到一步的还有两个 随分と神奇臭い项をしてるな 黒崎 竟是石田羽龙悠然地坐于丘牙之边 不仅如此茶渡太虎也在此功后多使命 医护知道此次虚圈之行是实死无生 他不能同意两位至交的决定 文言茶渡的右拳万千灵子瞬间凝聚 下一刻猛烈地击打在斩月的刀断之上 灯石炸裂的能量冲天而起 冷静的肌肉挥出这样的一拳不畏别 他要告诉医护变强的人不止医护 如果什么事情都交由一个人来扛 那么同伴的字眼将失去秘密 四人小分队的三人已是整装待发 踏上营救第四人的艰难女 随着吟唱结束 能够连通须圈的洞穴被打开 其名为黑枪 三人需要以灵子为界踏空前行 在黑暗的尽头便是须圈的世界 医护临行前郑重地请求补人 希望能够帮助自己让家人不要过于担忧 至于自己的友人 带着几人成功回归 再好好说一声道歉 说罢三人冲向黑枪 随着几人的进入 逼得一声响起 实在没有了回头之路 路上查渡问其羽龙对令尊的誓言要如何应对 医护这才知道这段时日羽龙身上又经历了什么 不久前羽龙在龙弦打造的密闭空间中休息 突然其身旁的灵子必被开出了一个洞 谱原喜助来到了其内 羽龙问向店长所来何意 谱原将井上被抓一世 以及黑其医护即将一个人前往须圈之事一并告知了羽 石田立刻明白了店长的难意是要自己公信 然而他以对家复利下不与死神来往的誓言 正想送客之时突然羽龙意识到什么 石田钻起了誓言的漏洞 他只是与死神代行结伴并非死神 且还是个被狮魂界抛弃之人 两人都知道这便是同伴石田的风格 同一时间龙贤回到了修炼所 场地内只留下了一张对折的流眼 父亲轻哼一声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平日里冷清的场所今日却热闹非凡 不难看出两人定然有着耐人寻味的往事 龙贤已经帮助儿子恢复了灭雀师的力量 之后是灵活运用也好再次谋杀一半 他都不会博闻 甚至于 这是锦上之机第二次直面 蓝燃总幼节 上一次是在失魂界的双集之秋 这一次是在虚圈的虚夜宫 蓝燃要锦上当众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于比女孩的守心处仿佛力量 不由自主地就要出来一样 蓝燃要告诉自己麾下的将领们 这个女人对虚圈意味着什么 路比对此次调虎离山的计策颇为不满 不久前他与雅密等时任的战斗 全部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让小吴能够成功地带回这个人类女人 无论如何路比也不能认同这样的险计 蓝燃打去道 此话一出听的路比是眉头紧重 蓝燃让锦上却将格利姆乔的断臂赴免 不存在的东西要如何才能续节 锦上一言不发地走到了葛帅的身体 路比劝告煞有介事的人类女人 这种为了活命而进行的小把戏 还是尽早收手为妙 就在路比大放厥词的片刻功夫内 格利姆乔的手臂宛如凭空诞生一般 安然告诉如跳梁小丑一般的露营 乌尔齐奥拉将这样的治疗能力称之为时间回归 亦或者是空间回归 锦上之机拥有的能力是事项的拒绝 其能够对已发生的事项进行限度 拒绝甚至否定 任何事都可以将之回复到事情发生前的状态 触犯神之领域的能力 格帅如梦似幻地看着自己势而复得的阻力 他告诉锦上 锦上转过身来 再次利用拒绝的能力将标志 格帅尊贵地位的数字六幅 这样的举动在众人的眼中都知道其意味着什么 不比的末日这边降落 他不敢相信格六竟在未得到蓝染的许可钱 对自己大胆出手 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格帅另一只手中泛起了红色神光 格帅开始放肆地狂笑 他的力量统统回归了 蓝染平静地看着台下发生的一切 仿佛这一切早已在其预量之中 后颈上被安排在牢笼之内 估计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轮弯跃 他不知道自己来到须圈是否真的是正确的选择 将敌对阵营的伤势治疗好这件事 不管怎么想都只会扩大战斗的漩涡 但很快少女就推翻了这样的想法 在井上的心中 黑骑军就是全世界 一个人有时候真的可以与世界化等号 少女心事万千 路柄却正相复 其心中所想一定是